LalaLala 我是723 今次來打這個宇宙一的金星 之後打完也會打下其他關卡 帶了一個打飛的聯組 超大傷害的UFO聯組 不是我們打這個宇宙偏必備的水晶零行雷晶零 很厲害 打小怪二一兩下完成 然後也可以降塔 不過我覺得早了一點 所以前面就不算太多擋著的盾 幸好波特有得暫停他們 盾就可以慢慢補上去 OK啦 應該就差不多 先打一個塔 這卡好像比水晶零簡單一點 那我們先打下一個塔 看看情況 下一卡是水星 出擊條件是20個角色 20個感覺上都OK的 那今次就帶了一個UFO聯組 那看上去狂魚都頂得著那個代書的攻擊 那接著後面就有一隻大猩猩的二星人 有錢 有錢就叫了水晶零出來 然後讓巴哈上一上場 好像很久沒有派他出來 所以就要出來 增加這個出場率 增加這個出場率 然後感覺上都好像沒有很大的威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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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衝擊了 那我想限制條件要看你那個20個是怎樣使用 那我這邊 就有一隻是狂魚 就用來做盾 另外也有些狂腸 狂羽血量應該多一點 所以在這個限制下比較好用 打完 沒有寶物 然後是太陽 也是20個角色的限制 太陽就變成紅色的,啡色的 有點紅色的地人 也挺搞笑的 這樣就用狂羽和狂腸做一個護盾 不過感覺上打得太快 他們很快就碰塔 希望先不要彈恐怖東西出來 馬上來了一隻 球就快步上去 先停 不要停到那隻 是不是念歌 異星的念歌 被我死了,OK啦 這卡感覺上也不算很難 然後打來的天王星 出擊條件是限第一頁 限第一頁的話 感覺上選擇就少了很多 尤其是聯組就沒有位置放 要放一下盾 其實沒有了幾個位 所以就直接 只帶了水星人 波特 希望他這一卡 就沒有出其他屬性的敵人 出二星就夠了 我只帶了二星 前面都暫時可以的 再多點錢做波特 出來吧 再找一點點 因為不知道後面 等一下 有黑色敵人 黑色敵人 希望不要那麼難打 如果他彈黑色袋鼠出來 那我來就應該要死了 看一看 看一看庭物盒是怎樣 欸! 出了一隻西瓜皮 不過也是二星的 所以暫時就不用那麼怕 只要停到他 就不是一個問題 OK啦! 終於停了他 然後水星人終於打飛 他就攻擊不了我們 OK OK 那這一卡也是 最主要是 要停了那個西瓜皮的攻擊 OK 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